3月1日 两岸同祈福 神农又中华 海下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线上交流活动 在湖南延邻县 炎帝陵和台湾中华神农大地协进会 部分神农宫庙同时举行 两岸民众共同为中华民族祈福 消灾除疫 炎帝陵是中华民族十祖炎帝神农室临请地 炎帝神农室深受两岸同胞共同推崇和敬仰 在台湾幸中多达300余万 270多家神农宫庙遍布岛内 神农文化和炎帝信仰早已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 当天 在炎陵县炎帝陵祖庙 海下两岸代表向炎帝神农室鞠躬 敬献贡品与花篮 炎帝陵守灵人李元平攻读入文 随后 两岸宫庙同念入文 祈祷早日战胜疫情 今天 两岸携手 共同举办 两岸同祈福 神农又中华 消灾除疫 祈福活动 为两岸同胞祈福 为中华民族祈福 共同期盼 抗疫 早日取得全面胜利 民众幸福安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两岸同胞奋勇抗击毒疫 展现中华民族不畏艰险 守望相助 众志成成的勇气和决心 在湖南 不断有台湾同胞捐资捐物 有效缓解防疫物资紧缺的困难 湖南同胞则始终关心着在乡台胞台生的生活出行和在乡台企的生产经营情况 湖南省委台办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积极指导各市州台办主动与台胞台企及台资企业协会联系 保障在乡台胞基本生活出行条件的同时 各市州对台系统安全有序启动台企复产复工 在乡台企做到了防疫生产两不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